做跨界链商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害怕的是你的网站出现了404页面 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 害怕的是你的网站出现了死链 但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这边写了一个程序 就是去检查我们网站的一个健康度 这边健康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一部分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是指的检查我们的内链有哪些失败 这边我们看一下 有这么多404的一个页面 比如说这边出现了一个500 那么它链项的页面 是OPKI的一个shopping marketing 然后这边找到了这个链接 有相应的一个死链 链接打开 原来它讲的是shopline 然后在最后 然后放了这个OPKI的一个内容 原来这个网址已经打不开了 然后还改成了叫小买.cn 也就代表说 曾经的独立站的健占服务 应该是挂了吧 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文件 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setcode大部分都是200 代表说我们的网站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说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你的h1的count 以及h5的count 还有它的文本占比 以及说这里还可以检测你图片没有out标签的一个图片张速 然后最后呢你有没有视频有没有评分 这些它都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检测 好如果你需要这个工具呢 然后可以联系我